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参加中华大臣同乡总会成立典礼,侯友宜说他是基层警察出身,与当年的大臣一包一样,枪林弹雨中判生死,随时做好盖国旗,为国捐躯,的准备,永远寄的国家,正义,荣誉三个不便,承诺当选市长后,会用更高的效能, 更大的魄力让大家安居了也侯友宜先向在场的大臣一包致敬,感谢大家当初为国家所做的牺牲,来台湾后更是把生命奉献给这块土地,创造台湾的安全与经济奇迹,他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时,也与市长朱立伦一起努力把市政做好,包括盖轨道建设,污水下隧道,拆除违建,抓赌博和色情, 反对恐怖,希望让民众过好日子,侯友宜说,他刚要出来选举时,有人劝他不要选,因为是非太多,但是就像他当初与陈进兴谈判时, 为了治安和台湾的国际形象,必须勇敢面对,哪怕是牺牲性命,也会覆盖国旗,但是对得起国家和百姓,他看到小市民这几年来日子过得很辛苦, 有责任站出来挑起担子,继续为新北市民判经济,未来不只要有三环三线,更要做到三环六线,让新北市有更多产业,不只要与台北市并驾齐驱,更要超越台北市。